随着合资品牌进入国内数量的不断增多 国产品牌在吸收合资品牌优势的前提下 不断提高造车工艺 以物美价廉的车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如果说前几年 德系车和日系车成为马路上的统治车型 近几年就是国产车的天下了 哈佛荣威明觉和武林红光等 几乎成为了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标配 现在这辆车也成了网红 10万就能买 比思域大气 车门还是歇倍死的 这个售价仅10万的网红车 就是来自上汽集团的明觉6 从发动机来看 其最大功率为169马力 采用1.5L的动力 最让人惊叹的还是其加速能力 百公里加速仅为7.1秒 但从这个数据上看 跟大多数德系车和日系车相比 还是非常普通的 但是其10万左右的售价 就不是一般车可以比你的 从外形上来看 2.7米的轴距 以及4.6米的长度 已经全面超越了本田思域 所以说 国产车的另一个卖点就是大 这也是目前汽车流行的趋势 空间大的车更加满足居家旅行的需求 从内饰上来看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毕竟10万左右的售价 如果再追求内饰的话 那只能说明是汽车企业的良心之作 除此之外 这优一辆网红车除了比思域还大 10万级别还配歇倍式车门超大气 这种风格在宝马X系列和奥迪Q系列中可以看到 这种设计的好处就是让人感觉到十分的大气 而且更大的储物空间也迎合了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与本田思域相比 更低的售价和超高的性价比 是明觉6占领市场的原因 通过上面分析明觉6和思域 0会选择哪一款呢